随着11月22日爱情励志电影暴躁天使全国公用的临近 相关宣传活动也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 11月5日影片在京举行发布会 现场导演首次谈集 选择毫无表演经验的苏妙玲担任女一号的原因 导演透露最初自己也没有想过要启用新人 就算制片人推荐了苏妙玲 自己也没有想过要用一个毫无表演经验的超女演戏 直到世戏时苏妙玲的爆发力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导演当场就拍板决定启用无表演经验的苏妙玲 因为有一次试戏 我跟他 我们两个演一个对手戏 我演他的哥哥 对 因为他的 他有一个哥哥跟我是同龄人 然后呢 他有时候在家里跟他哥哥会吵架 我说那这样的话呢 就跟咱们俩吵这次试一试 然后他就把我当了他哥 当时他那个爆发力 当时把我在现场吓了一跳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的这种咳嗽性 包括他体内有很丰富的一种爆发力 而这种东西刚好恰恰是有片中章鱼所需要的 所以当时 对 所以当时很快一下子就 就选择了苏妙玲 导演透露实际拍摄下来 苏妙玲的表现令大家都非常满意 他把一个不爱说话性格抑郁的女孩 而到最后变成一个情绪漂浮不定的暴躁正换演绎的淋漓尽致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